那我们首先敬礼传承主师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世大宝宝卡玛巴 敬礼图灯大地上师 我们敬礼谈诚三宝 敬礼今天的法会本尊 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如来 师母 徒登师弟仁波切 丹正吉祥仁波切 还有来自各地尊贵的上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及各位同盟 还有网路上的同盟 另外我们今天的 所有来自于各地的贵宾 很尊贵的贵宾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现在已经是四点三十一分 那么请问我能够讲多久 师尊讲多久 我们听多久 师尊开示多久就是我们的福分 对不对 剩下的时间不多 我自己是这样子认为 已经四点多了 平时我们如果在山庄做父母的时候 这个时候已经结束了 这个时候已经结束了 现在还要说法 还有一大堆的东西要讲 不知道从何讲起 时间始终是不够的 我觉得自己的人生 从年轻走到现在 主持的法会不知道有多少 但是到了现在 还时间不够 这个是可以讲 人生在这个时间上 整个人生在这个时间上 始终觉得是不够的 可见 这个非常难讲 讲也讲不出来 就让它随便吧 我们主要今天是要谈这个 红度母的念诵法 是要讲这个红度母的念诵法 是要讲这个红度母的念诵法 那么这一尊呢 是21度母当中其中的一尊 那么这一尊是属于做法的本尊 一听到做法 大家觉得非常的 这个密教是有做法 还有很多这个刑法的 这个刑法 做法 但是谈到做法呢 又另外给人家一种想法 像这个习灾 它本身啊 就是熄灭我们自己本身的业障 跟别人的业障 让这个灾祸不发生 好像我们念天罗神 债罗神 人离难 难离生 一切灾殃化为成 这一句话就是习灾 一个就是争议 就是增加你本身的利益 增加他人的利益 这个都是做法 一个是敬爱 敬爱呢 这个世间 我们称为友情 友情 沙伯世界我们称为友情 友情世界 这个情日 才是真正的 一个非常奇妙 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个字 那你要在这个情日上 能够很顺畅 很如意 就是做我的法 叫做怀法 就是叫敬爱法 归纳为四点 第四个要点 因为始终啊 很奇怪的 自己喜欢的人 总是那么的谣言 自己不喜欢的人 天天都见面 这个 不管你们是在年轻的时候 学学的时候 结婚的时候 做事业的时候 不是 厌亲会 始终就有这一种现象 所以必须要做 一种法 这一种法就是非常特殊的 把自己的障碍给他消除 把自己的厌敌给他退散 这个法就是降伏法 红度母就是做法的一个 在二十一度母当中 一个做法最重要的一个本尊 今天教你们了 同样的 红度母的念诵法 一定要有前行 我们晓得前行是什么 大礼拜法 大供养法 世归一法 大畅腿法 世无量心 发菩提心 披甲附身 就是前行七支 大礼拜法 大供养法 世归一法 大畅腓法 世无量心法 发菩提心法 披甲附身法 就是前行七支 这个平时我们密教行者 通通都要把它协会 就是前行七支 就是前行七支 这个平时我们密教行者 再来呢 进入正行 正行就是观想 想自己的心中有一个阿字 阿 自己的心轮有一个阿字 变化成红色的夜轮 自己的心 自己的心 这个八叶莲花 然后心中有一个阿字 变化成红色的夜轮 红色的夜轮 那么夜轮的中间有一个种子日 就是荡 那么荡 是二十一度母 本身的种子日 荡 这个放出光芒 变成红色的莲花 乌巴拉花 乌巴拉花也是红色的莲花 是莲花的一种 莲花的中心呢 又有一个荡字 放光 行则自己就变成红度母 这种变化 先观想行则自己的心中有一个阿字 变化成了红色的夜轮 那么夜轮中有一个荡字 放光变成红色的莲花 乌巴拉花 莲花中心又有一个荡字 放光 行则自己就变成红度母 那么红度母的形象呢 也是一头二背 你看看我身后的 这个红度母的形象 一头二背 微笑 右手持钩 这个钩 这个金刚钩 放在膝盖子上 走手持莲花 乌巴拉花 红色当胸 花开在耳旁 他的脚啊 是右膝走身 坐在红色的莲花座上 右脚是驱起来的 是不是 右膝 左身 坐在红色的莲花座上 有三目 他有三个眼睛 天衣重裙 脾心 他的心迹啊 有志 是 就是 脾 其心有一个字 叫做脾 脾就是阿弥陀佛的种子日 可见红度母也是从阿弥陀佛那里化身而来 眉心有个阿字 眉心有个奥字 奥 奥 这个颈上就是喉轮有个阿字 心迹又有一个奥字 这时候啊 行者已经是 红度母 那么 西空之中又有智慧的本尊 也是红度母 在西空中又有一尊红度母 他下降 以行者自己 合为一体 观想的时候啊 所结 度母所印 度母所印跟金刚 跟金母所印是一样的 跟瑶子金母的所印是一样的 度母的所印都是一样的 此时等于是灌顶自己身 甘露满身 一切业障 消除清净 他的顶上也有阿弥陀佛住顶上 阿弥陀佛是住在顶上的 那么你要念他的奏 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啊 观想完毕以后你念他的奏 一共念一百零八遍 注意哦 煤坛持咒一百零八遍 但这个咒要持满一百五十万遍 才会产生最大的力量 但是这个咒要持一百五十万遍才有大力 那么五十万遍是中力 十万遍是小力 小力有大中小三种力量 你能够越持越多当然是最好 再来就是入三昧地 先以一红度母之言入定 用止观法入定 止观法就是说你如果有妄念来 你就把它配停止 然后再观想你自己本身就是红度母 观想清楚 然后又有妄念进来 你再用配把它弃除掉 这个叫一止一观 一止一观 然后入三昧地 后来你连观想都不用做忘了 那时候才叫做进入空性 出定以后做法 金刚钩三传 这个是要诀 你持金刚钩 我们现在是持着 师尊是持着金刚钩 那你不一定跟我一样持这个 你不一定跟我一样持这个金刚钩 大家每一个人去买一支金刚钩 这个又可以 这个大家拼命做 就可以发财 不一定 不一定 你观想自己手上的金刚钩 三转 所谓三转 就是 右面三转 左面三转 这个就是三转 这个就是可觉 你只会拿金刚钩 但是你不会三转 你没有三转 这个金刚钩是死的 你三转金刚钩就变成佛的 这个金刚钩就是佛起来的 佛的金刚钩 但是你用意念去观想金刚钩 这个右三转 左三转 这个金刚钩就是佛的 这个这一点很重要 这个是可觉 这是很重要的可觉 一定要做的 再来呢 我告诉大家 我做一个例子给大家听 你要做习斋法 红肚母面前有无垠晴空 无垠晴空出现一个 Hom字 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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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Hom字 Hom字是有一点 再来是日轮 再来夜轮 再来一横 再来 三个钩 那么你知道日轮是一个圆签 日轮是一个圆签 你观想无垠晴空有白色的昏日 你用金刚钩三转以后 用这个钩 用观想的这个钩 去钩住那个昏日 由日轮 那个钩住 钩住日轮 这个时候呢 好像有人生病 你家人有人生病 或者你的亲人生病 要消除他的病业 把这个病人灌下来 然后开始这个昏日 白色的昏日 化为甘露 一滴一滴的进入病人的口中 一滴一滴的进入病人的口中 流到他生病的前身 让他前身甘露充满 白色的甘露充满 这个就是做法 这就是习灾做法 习灾的做法 你这个人有业障 让一样的勾住白色的昏日 化为甘露 让他进入这个人身上 这个人的业障 从毛细孔排射黑色的黑水出去 或者虫移 或者虫移黑色的虫移出去 那让他这个人身体全部都是白色的甘露 这个就是习灾法 我只指一个例子 触类旁通 你有方法的话 你触类旁通 你就可以做习灾法 记得习灾法有一个咒语 它的咒语很长 但是你不要念那么长 可以念短的师尊教 有一个很简单的 执起上面一个字 念这样子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短 念这个咒语 用金刚勾去勾白色的昏日 虚空中勾来白色的昏日 就是习灾法的做法 这样听得懂吗 那么争议呢 看 更简单了 金刚勾 这个转三下 右转三下 左转三下 勾住 黄色的虚空中 黄色的昏日 然后 慢慢的这个昏日消失掉 它会落下很多的钱在你的四周 在你周围 就是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 一百多大 这个 你坐起来到最后 旁边的钱就变成你坐在井中之蛙 旁边的钱就是那个井一样的 堆的很高 在你的四周 都是你的钱 这个就是争议法 这个就是争议法 增加你利益的方法 增加你利益的方法 你们要请这个争议法的做法 我有畜类旁通 你懂得这个 然后你再去想 你如何增加你的利益 用金刚勾 勾这个虚空的黄色的昏日 然后后日消失掉 那个钱从虚空中掉下来 满满的 是这样子的 这是争议法 那么再来就是那个怀法 所谓怀法就是敬爱法 现在呢很多那个男的 他在寻找自己的办理 连你的也在寻找自己的办理 他始终没有找到 那你要观想虚空中 做这个法的时候 虚空中做这个法 然后用金刚勾 勾入虹的后日 也是一样红的后日染掉 然后出现一个 那个怎么念 灵旺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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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你生在你面前 你心仪的就染掉 就出现在你面前 出现在面前 没有什么意思吧 对不对 应该像那个大圣翻喜天一样 大圣翻喜天是怎么样 以双报的方法 双报的方法 这个行者抱住那个女生 那个女生抱住你 就是可以想是壁咚 壁咚 反正你壁咚 就变成壁咚 你做完这个法就是壁咚 那么壁咚了以后 你如果有心仪的对象 那个你的就会让你壁咚 这是怀法 怀法 会吗 会 会啦 连东会啦 刚刚是你喊的吗 这是怀法 这是白法 那么所谓的书法怎么做 哇 一样的金刚钩 三双 勾住虚空之中的蓝色的烘日 一样把那个烘日染掉 什么叫做染掉 就是说从底下的尾端一直烧 烧到最上面的日轮一点 然后化成灰 没有 但是这个灰呢 你有了燕迪 你不喜欢这个人 要请他这个离开 离开这个职位 那么这个时候啊 这个蓝色的烘日化成灰 这个灰啊 就掉入这个人的口中 然后念一句 碰 就是那个炸弹爆炸 碰 那这个人就粉身脆骨肚钟声 那你就要给他超肚啊 会经就给他超肚啊 怎么办 我告诉你啦 你不要那么严重 你就化成灰 然后观想他 那个离开他的职位 走出门外 他就会离开那个座位 离开他目前的职位 走出外面去 就带着吉他去流浪 你就可以坐上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书法 不要让他棒一声 就黄色的炸药在人身上 棒一声 这个人就真的粉身脆骨 这个就是诸法 他跟大家讲 这个四点 触类旁通 触类旁通 就是说 以这个四个 你自己想出来的观想 如何观想这个人怎么样 如何观想财务到你身上 如何观想这个心仪的人到你身上 如何观想这个殷俊的男士到你身上 如何观想这个你身上的灾难可以熄掉 只要那个变化成干露乳 白色的干露乳进入口中 你的病业就可以消除 这个就是作法 现在应该会了吧 不过不教你们喔 如果不这样子讲喔 不教你们喔 你们怎么想喔 江湖一点绝 江湖一点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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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就是虚空 A 就是一 HOM 就是一切 虚空是零 OM 是零 A 就是一 HOM 就是变成一切 所以这个HOM 日可以代表一切的 你把这个金刚勾 勾住白色的 勾住红色的 勾住蓝色的 勾住黄色的 都有它的作用 然后给它染 变成甘露 变成黄色的炸药 变成敬爱的 敬爱的粉下来 然后 变成 这个 所有的金银珠宝 金钱 在你的四周 都是你拥有 看你怎么做法 这个就是做法了 习斋 习斋 争议 祥福 敬爱 本身的做法 不做法的时候啊 你只要 入三昧地 然后出钉 然后送赞 敬礼红色大度母 阿弥陀佛顶上四 法力第一来相应 最终修成菩萨注 回向百日明咒 然后出坛 要注意一点 如果不做法 就由出钉 直接送赞就可以了 咒音 以我念的咒音为准 具根本上师的加持力 观想 越清晰越好 关于谢字 有一个古文的谢字 藏文的谢字 跟这个黄文的谢字 是相同的 两个谢字是相同的 好 我这个法讲完了 红度母在这里 红度母在这里 这尊 是做法的本尊 你们要做习斋怀珍 习斋怀珍 习斋怀珠 习斋怀珠 你们要做这些法 一定要修这一尊 其他的法 是指特别 特别的对象 这一尊可以做全部的法 甚至于由四个习斋怀珠 这四个法 演变成为很多很多的法 演变成为很多很多的法 切实是可以演变很多很多的法 你说什么呢 如果家里 你自己想想 你家里是不是亲近 家里不亲近 你家里不亲近 你念这一尊 用金刚钩 钩 钩白色的 烘日下来 它放出 燃的时候 放出很强烈的光明 把你家里的所有的音器 全部给它消除掉 就是亲近法 简单的讲 这个就是你家里的亲近法 你家庭不和谐 父亲跟儿子 不是怎么和谐 兄弟姐妹不是怎么和谐 你用这个法 红色的光 红色的光出现 这个红色的烘日出现 变成红色的光 把你的家庭充满 家人都会变得 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和谐 这个就是一种 另外一个变化 另外一个变化 有一个住户 住在你租的房子 他不付钱 也不搬 就一直待在你家里 待在那里不搬 要告他也不行 他又没有钱 又没有办法付你房租 他又不走 怎么办 那就用金刚勾吧 勾蓝色的 蓝色的烘日 那要化为什么 你就回乡 你看 请那个人听我的话 这个人听我的话 我叫他搬 他就搬 然后蓝色的燃烧 化为这个粉 化为粉进入他的口中 这个人 勾招来 化为蓝色的 进入他的口中 上面写着 上面写着 蓝色的粉上面 化成几个字 请他走路 他一进到这个他的心中 他就突然之间 行李转一转 他就突然之间行李转一转 所以很重要 这个睡 你知道哪一个人跟你查睡了 查睡这个官是哪一个 你会知道吧 有见过吗 一般来讲是由会计师去见 比较多一点 本人见到这个是很难 但是你只要知道哪一个跟你查睡 你就用怀法 红色的 红色的怀法 下来 然后 进到这个查睡的人的口中 红色的 进到他的口中 让他对你充满的这个 温柔的这个爱意 他一看到你 他心里就非常的爽 不用查了 没问题了 你通过了 这个怀法你也会做啊 你做那个怀法 就是让他敬爱你 不要把你当成仇人 我非查到你不可 非把你这个 非把你这个 你的这个 所有的 所有的通通都要搅 都要搅多少岁 多少岁出来 而且怎么样子呢 有的时候还把你抓进去惯 这个怀法最重要 让他对你有感情 一来看 这个都可以通融的啦 这个都是 都不要查那么紧 就是眼睛这个 蒙一蒙 他就过去了 很多法是可以做的 108法 不是只有习真怀疏啊 真的 可以做很多法的 所以密教做很多法 对这个行者 就是本身的修行 是有帮助的 你如果要入关 入美国海关 害怕他查你啊 或者找你麻烦 或怎么样子啊 你就在那边观想金刚钩 把他勾下来 用红色的粉给他吃 他看到你 给我电话号码号码 我可以不可以跟你做朋友 你每一次来碰到他 他都让你过去 非常好的 都要跟你做朋友 超度祖先 超度应该用什么法 你们自己想一想 其实超度祖先 祖先如果有业障 还是用这个 白色的烘日比较好 我告诉你啊 这个左转三下 三转 烘日 化为一朵莲花 那祖先坐在这个莲花上面 咻 就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谢谢阿弥陀佛祖先 这个很多法的 这个金刚钩很有用的 这个钩子 怎么没有用呢 有用呢 用观想的就可以啊 不用每个人拿一支 到时候 到时候这个 到时候我们来参加法会 每一个人拿一个金刚钩 你心地不是很好喔 我告诉你喔 慧金的心地不是很好 慧金上师啊 说要把我勾回家 你不是我的菜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喔 你就像一个什么东西啊 我们台湾人叫做感动 感动是头那么小 身子那么大 这样子 我把你看成感动呢 过我回去教导你 我没那样啦 我宁可教一个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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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附法在 對不對 你勾我勾不走 除非我自願讓你勾 像飛金這個 你不要妄想 妄想也沒用 如果我看到一個美女 她不用勾我 我自己就被她勾走了 跟你講真的喔 最近啊師尊啊 讀了XX的開示 開示的文集 1998年跟1997年 1998年的比較多一點 我把它整理成為一個開示的模式 她開示的模式是這樣子的 其實她也是滿聰明的 很會講話 非常會講話 這個人值得欽佩 尊敬 而且連我看了她的開示文以後 我都要爬著去歸於她 這個人是很偉大 真的 真的 她能夠這樣子開示下來 很多信眾信服她 有她的原因 她的開示模式是這樣子 1998年8月15號 XX堂做了 救水災度母的附魔火供 我讀了整個開示文以後啊 發覺了 XX開示的模式 她的開示模式 第一個 本尊一定下降 我今天沒有講阿彌陀佛下降 也沒有講洪度母下降 對不對 我只是在開示法 她不是的 她一定是那個附魔火的那個本尊 一定下降 下降還跟她這個巴黎巴黎 這個很親熱的 然後talk 很親熱的跟她講話 這個本尊下來就跟她講 這個菩薩就對她說 我對菩薩說 菩薩開示 那麼我也跟著開示 這個就是非常精彩 每一次都這樣 連釋迦摩尼佛都下來 都跟她巴黎巴黎 就跟她握著手 這個 釋迦摩尼佛說 你手伸出來 她手就伸出來 釋迦摩尼佛就握著她的手 就是這樣來扶正 釋迦摩尼佛跟她就來扶正 哇 釋迦摩尼佛我牽她的手 非常的親熱 我告訴你喔 每一尊本尊都跟她講話 她跟本尊都講話 本尊開示 然後叉叉開示 一是我稱為交叉開示 交叉開示就是說 本尊講了 她也跟著講 兩個配打 這樣底下聽的人喔 都聽得被麻醉了 哎呀 是佛來講耶 是菩薩來講耶 你不聽行嗎 一定要去聽的 她每一次都是這樣子 這是她第一個模式 另外的 第二個模式 這個佛菩薩來了以後呢 會給叉叉堂同門真理 什麼叫真理啊 禮品啊 正理啊 正理啊 這個正理一定有的 但是 釋迦摩尼佛來的時候啊 這個 給他們 每一個人都吃釋迦摩尼佛的舌粒子 不去聽 你吃不到舌粒子啊 那叉叉坐在法座上 嘴巴張開 撒下一個舌粒子進來 哇 好香 好乾 好美味喔 吃下釋迦摩尼佛的舌粒子 不是啊 不只如此啊 所有聽她法的人通通都吃了舌粒子啊 這是釋迦摩尼佛的這個贈品 另外 姚慈金母來了 姚慈金母 她想應該是女生比較沒有舌粒子 應該有的啦 但是她沒有講姚慈金 姚慈金母啊 有青鳥懸著宏觀的珠子 然後每個人出資子 珠 宏觀的珠 那個吊起來 那個珠珠 珠啊 像透明的 像水晶球 很亮的 像鑽石 通通每個人 每個同盟都有 吃珠珠耶 阿密豆粉啊 珠子也可以吃耶 這個帶著官的珠子也能吃耶 要是金母送給她的啦 大家都吃了 有青鳥 口含著這個珠子 給所有的同盟吃 包括她自己吃 都有 都有 都有贈品 皇財神呢 給三張的空白支票 三張空白的支票 由你們填 你們自己填 填三張每個人空白的支票 而且皇財神是用他的腳啊 押印 押在這個支票上面 啵 可以用啦 你們欠多少錢 我給你們 每個人有三張空白的支票 但是不要高興太早 你如果賺了錢 中了樂透 或者做了大生意 賺了多少 百分之九十 要拿回來 給叉叉 百分之十 要布施給叉叉糖 所以你剩下多少 所以不要太高興太早 就是這樣子講啊 空白支票 空白支票咧 用腳去押印 方財神 方財神用腳去押印 阿媽咧 他有沒有香港腳啊 這個腰子金母的浮塵 浮塵啊 浮塵 已經送給叉叉了 叉叉說 每一個同盟在他面前 他搖兩下 這個 這屁股那個黑氣就流出來了 身體的黑氣 身體的黑氣從他身體出出來 所以他無形之中 他拿著搖著金母的浮塵 他這樣每一個同盟去他搖一搖 大家的黑氣都消散了 還有每一個人到了諸本尊的 所有的本尊生日的時候啊 所有的蛋糕啊 吃了 慶祝本尊生日的蛋糕 吃了可以消三世的業障 這個我們都沒有的 你們有沒有 他吃了可以消三世的業障 吃了消三世的業障 阿密豆腐的 那好啊 我把他拔麵怎麼拔掉 姚慈金母啊 給他那邊吃了一個非常大仙桃 放在附魔爐的中心 試給他大仙桃 那一次的附魔灰啊 很有用處 有病治病 無病強生 另外呢 回去哪回去 哪一個病人吃了 他都會好 這個傻家裡 家裡就清淨 埋在家的四周就是結界 這是姚慈金母釋的大仙桃 還有寶元度母 釋給所有的人 每個人一條無形的念珠 每個人釋給大家念珠 因為大家看不到 所以他哪下真的念珠下來 然後他加持了 說這個就是寶元度母 我加持過的念珠 就等於寶元度母加持的念珠 你們哪回去 每個人念了就一定有利有效 下降 這是寶元度母的釋給的念珠 另外啊 天上聖母下降 媽祖伯下降 下降 下降以後怎麼樣 你們每一個人手上都拿著一個玉子 玉子 玉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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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個頭上戴的是 他講的是宏觀 其實是通天觀 天上聖母是通天觀 他戴的通天觀 玉子 你們現在每個人 身上頭上都頂著通天觀 手上都捧著玉子 救水災度母 他做救水災度母 因為這一次的火供 特別的專一跟花心 所以救水災度母 賜給七十九件的善果 每一個人七十九件的善果 每件善果值三十年的功德 三十年的功德 那麼七十九件的善果乘以三十 就等於兩千三百七十多年的善功 只要參加這一次救水災度母的 都可以每一個同盟都有兩千三百七十年的善功 我告訴大家喔 我們道經裡面有一句話 你做了三千個善功 就可以升為天仙 在那裡只做了一潭 救水災度母 就可以得到兩千三百七十年的善功 你只要再加上幾年的善功 你就變成天仙 三千善功就可以到天上當天仙了 他們每一個同盟都有兩千三百七十年的善功 那裡的同盟歡喜若狂高興死了 單單參加一次救水災度母的火供 就獲得了直接的贈品 兩千三百七十年的善功 好啦 這個度母也有解釋喔 因為長江水患 這個死難太多 救水災度母是為了長江水患所做的 所以自古以來三千多年 都有歷史的記載 所害的眾生無數 如等今所求所做 自然有其功德 我告訴你喔 長江不只是有負害 長江也是中國古文明之一 我們講的 青海青 黃河黃 更有滔滔的金沙江 所以一個長江一個黃河 孕育了中國五千年的文化 你知道嗎 所有的人們都是依著河而住的 依和而活 靠著長江靠著黃河 或唱其流 不是沒有功 不能講他的過 當然也有他的功 所謂中國五千年的文化 黃河長江多層最大的功臣 黄河 黃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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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神旗 為神旗 長江黃河可以化腐敗為神旗 那青海青啊 黃河王啊 更有滔滔的金沙江 當初我們唸的 當初我們唸的 就是一個黃河一個長江啊 我給他評論是這樣子 鬼伯的開示模式 就是叉叉的開埔模式 重點就是在於佛菩薩一尊一尊的下降 然後鬼伯就問菩薩 菩薩也問鬼伯 就交叉開示 這個很吸引人 在這方面我直接講 不可信三個字 因為他自己養的鬼 本尊下降都是鬼下降 沒有真實的 而且他本身不守戒律 不守戒律的例子太多了 不守戒律我舉出來的例子 在這個血鬼那一本書上太多了 不可能佛菩薩會這樣 他求的是明陽四海 不可能佛菩薩下降 他耗力拿了同盟的很多的錢 不像師尊 師尊一切都是隨意 昨天才問世呢 騎了那裡拜一下 一個會計師騎了那裡拜一下 回來不多久上吊自殺 騎了一下回來就上吊自殺 他的母親也自殺 他自己也上吊自殺 他母親也上吊自殺 他自己也...那個會計師也上吊自殺 他的鬼害人無數 這種事情西雅圖就有 騎了一次回來 開車去創水泥妝 自殺的 當然他可以不承認了 但是只要去拜回來 每個人面容慘淡了 很多人就中了 就卡贏回來了 他用鬼害人不前 佛菩薩怎麼可能降臨在那個地方 自己想一想 用腦筋用比較的 這個活菩薩真理給叉叉堂的所有的同盟 同盟不用高興太早 因為所有一切的贈品 全部都是無形的 他只是隨口說說 毫無真正的受益 告訴大家 說訪第一名 編鬼話第一名 他的編劇也是第一名 我勸告同學啊 所有的同盟跟同學 食修為要 修一分得一分 實際上修行最重要啦 什麼贈品 那是沒有用的 那佛來跟你講些什麼話 講一些都是 我在文章中 文章中裡面也會寫到 他講的很多很奇奇怪怪的話 非常奇怪 非常奇怪的話 但是因為是活菩薩 因為又有贈品 大家都很喜歡 所以這樣子大家喜歡聽他的 所以才產生今天的破壞 才產生今天的破壞 講一句話 你們自己想一想 他要把所有的鬼牌 安在你的地藏殿的時候 世界各四堂會的地藏殿的時候 有沒有告訴你 這個沒有告訴你 他就安上了鬼牌 在世界各地的四堂會 這個有沒有禮貌啊 沒有 就沒有禮貌了 這一點就不行 師尊做一件事情說 我今天到你 到了哪一個室 哪一個堂 哪一個會 我要做什麼事情 我要先征求你的同意 你願意不願意供這一尊 我還要征求你的同意 他不用征求你的同意 他在地藏殿裡面就隨便給你安上了 十方無阻孤分 人家我們台灣人的習慣 七夜才開鬼門 七夜尾又把鬼收回去 他不是啊 他是把所有的鬼全年放假 讓鬼到處跑啊 而且收納了千千百萬的鬼 讓那些鬼都到處跑啊 就變成鬼犯無窮啊 他來你這裡 安來一個十方無阻孤分的位 所有的鬼都可以到你這個廟來啊 那不是去這裡看廟公嗎 把那個主要的主神才不趕走嗎 我以為這個佛羅里達州的這個聖德堂 應該很遠的 這一次風山要去的地方應該很遠 應該不會有鬼牌 結果他說他那邊有十隻鬼牌 十隻啊 同世界第一隻十隻啊 彩虹山磚幾隻 三隻 西雅圖雷仗寺幾隻 啊 有沒有人算 六隻 西雅圖雷仗寺放六隻 總堂啊 主廟放六隻 彩虹山磚放三隻啊 聖德雷仗寺那麼遠放十隻啊 一定有人受害 馬來西亞的很多的祀堂會 自己回去地藏店找一找 找到十方五祖孤墳啊 十方五祖動物靈啊 十方什麼東西啊 通通都要拿走 但是那個 香港的這個 十方同學會不必拿走 他也是十方 他還寫著 我告訴你 寫著那個 那個叉叉符的牌 也是到處放啊 到了宿德堂 他叫宿德堂人 你要招勤五大神 招勤五大神 什麼是五大神啊 五千歲啊 不是 是小林 中村一郎 中村一五 渡邊一郎 這個林良 這林良之 黃金錢 這五個鬼稱為五大神 他們稱為五大神 要招勤 修得那個面孔的 白蟬蟬 白蟬蟬像那個七爺 黑蟬蟬像八爺 黑蟬蟬像八爺 每個人都像的 每個人都像七爺八爺 這樣子 修成這樣子 黑蟬蟬像八爺 算了 不要講 越講越記 講個笑話吧 幾點啊 五點半 一個小姐 對父二代講 我們分手吧 父二代講 為什麼 小姐講 因為你家人 父二代說 我昨天才帶你見過我爸爸啊 我爸爸說 我爸爸說很喜歡你啊 這個小姐說 對啊 不只你爸爸很喜歡我 我也很喜歡你爸爸 做你媽比較有保障 做你媽比較有保障啊 坦白講 坦白講 哎呀 真的 我這個盧世尊啊 教導學生 終於教導到 到我 我 我 我的媽 終於教導到一個我的媽 你媽 記者問 是什麼原因讓你下定決心減肥的 那個人回答 那天中午很熱 我中暑分倒了 記者問 中暑就決定減肥了嗎 答 不是的 當我被抬上救護車的時候 我清楚地聽到他們喊 一二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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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被抬行了 還沒有被抬上車 告訴費金啊 要撿回來啊 我告訴你撿的不是頭 可是要撿掉你的尾 鬼夜如果遇到鬼 千萬不要怕 趕緊跟他借錢 因為這年頭一說到借錢 連鬼都怕 所以你如果碰到叉叉的鬼來找你啊 你說我要跟你借錢 他就走了 哈哈 有一個人 指向叉叉陷了一條哈達 叉叉把那個哈達 又重新再防給他 一個鬼就進到他的身體裡面 從此以後就沒有走 那個人在新加坡 目前在新加坡 應該他的姐妹有在這裡 姐妹有在這裡 他的本人現在在新加坡 那個鬼到現在沒有走 但是師尊已經用了很強的力量叫他走 我是用什麼力量叫他走啊 你如果再不走我就跟你借錢 很多麻煩的 我告訴你 越來越多的麻煩 真的 他養那些鬼真的是 連獻一個哈達他還給他 一個鬼就跟他回去 老蚊子跟年輕蚊子講 我這輩子見過最小氣的動物就是女人 年輕蚊子說 怎麼說呢 老蚊子嘆了口去 他們啊 寧願每個月白白流掉10cc的血 也不給我們吸一滴血 你說小氣不小氣 這個當然不好的血 那個其實蚊子釘了 有時候會傳染了疾病 那是不好的 不是給你吸血而已 它還傳染吸靜給你 鬼就是這樣子 不是沾上你而已喔 它還傳染了你 讓你沒有辦法活下去 它倒你的氣 不只倒你的氣喔 它把你倒氣完了 還叫...在耳朵旁邊叫你說 你氣死 新加坡的弟子 跟馬來西亞的弟子都跟我講過 在耳朵旁邊跟他講 你氣死 你去死啊 你去死 這樣 叫人家氣死了 所以真的是 鬼比蚊子還厲害 另外 昨天半夜三點電話響 朋友打電話來說 我車裡面的東西被拖了 我帶著建議回答 那你要先報警啊 我朋友講 雖然不是什麼值錢的玩意 但方向盤 油門 煞車都被給人家拆去 你來接我一下吧 我心想 怎麼現在的小偷什麼都拖啊 我趕緊穿好外套下樓 油門剛吹好 朋友又打電話來講 你不用來了 剛剛我喝多了 原來我坐到護駕子坐 我告訴你 叉叉的鬼什麼都拖 你不小心防患 不解戒 修行人如果不解戒 他什麼都把你偷走 沒那麼簡單的 這個好像不是很好笑 第一天上班 跟一個妹妹踏電梯 只見她拿著筆 按樓層跟開關 開門 關門跟開門 按樓層跟關門 然後輕輕的對我微微一笑 我心中暗笑 所以未免太潔癖了 當我伸手 要按我的羅承時 浮身一站 終身難忘 靠腰啊 原來案件會觸電 你怎麼不早說 這不是很好笑 你們要不要感應 要啊 大家都喜歡感應啊 到墳場 燒一個煙貢 你燒一個煙貢 他就跟你回家了 保證你有感應 你要感應嗎 很簡單 你到舊金山叉叉他 就是求他感應 也很容易感應 真的 會觸電 會觸電 他們也來找過我 但是現在不敢來 因為我很會 我很會抓鬼 這裡有個笑話 順口溜爛 女人的腿啊 叫做義腿 男人的腿叫做狗腿 女人的汗叫香汗 男人的汗叫臭汗 女人的手啊是 什麼 牽牽 牽牽一手 男人的手就叫賢豬手 女人的小眼就是 就是咪咪眼 咪咪眼 男人的小眼叫色眼 女人的裸體就是叫性感 男人裸體就是步入狂 你人老了就是轟易游存 男人老了就變成老不休 這是男女有別 不過 人跟鬼也是有別 人跟鬼一樣是有別 你不要去接觸鬼 尤其是你供了鬼 你供了鬼會害人耶 而且你是民共耶 人家養小鬼都是暗中的養 你是民做養大鬼 這怎麼可以呢 師尊有沒有叫你養大鬼啊 絕對是沒有 養小鬼也不行 養小鬼也是邪法 養小鬼都是邪法 有一對情侶啊 坐在公園的涼亭聊天 你的講 你的就講 你今年要送我什麼情人節禮物 男的講跟去年一樣 你的那你去年送我什麼禮物呢 情人節送我什麼禮物呢 男的又講跟前年一樣 你的講 你的講 那你前年送我什麼情人節的禮物呢 男的講 前年我們還沒有認識啊 所以沒有送 告訴你 叉叉送你的那些啊 就是這個 他根本沒有送你什麼 騙你的啦 什麼啊 叉叉這個 一談覆魔 就說他送你什麼什麼 假的啦 蛋糕還是蛋糕啦 不是什麼吃了那片蛋糕就可以這個 消三世的業障 你昨天為什麼不上學呢 老師問 小明回答 我爸爸在醫院 七天以後 七天以後 老師又問 你爸爸還在醫院嗎 小明就講 是的 因為他是醫生 這個是臭壇你知道嗎 臭壇 告訴大家 告訴大家 那個人也是臭壇 臭壇的啦 蛤 沒什麼好講 阿媽你被喵